却用军队演习的加菜金来和销2000多元 结果因此被判重刑 时任陆军花东防卫指挥部韩信少将参谋长 在2015年疑似想要讨好长官 就挪用了汉光演习的2万块钱加菜金 支付指挥官招待部署家人吃海产的费用 原本这笔餐费可以用主官行政费来支付 但是韩信前少将却执意用加菜金来和销 案子经过了数年的审理 今天最高法院依贪污治罪条例 军人利用职务上机会诈裁罪 判处他4年6个月徒刑定演 无论是艳阳天还是下雨天 军防日夜保卫国家 尤其道理演习更是风景神经 而陆军花东防卫指挥部 因为在2015年的汉光演习上表现优异 获得陆军司令部合法2万元加菜金 不过却有高级军官拿着给弟兄的加菜金 请外人吃饭 时任花防部流行指挥官在2015年7月1号就任 得知郭信政战主任的家人 到花林游玩 为了尽地主长官之宜 就宴请他包含主任的妻子 与两名小孩到海产餐厅用餐 时任花防部少将参谋长的韩信参谋长 也陪同出席 一行6个人吃吃喝喝 总共花费5760元 没想到参谋长却疑似为了讨好指挥官 指示下士将原因支付 演习有功官兵的加菜金 拿去和销宴请郭家人的餐费 由于其中3个人并非官兵 因此平均下来的2880元 并不该用这笔加菜金和销 韩信参谋长因触犯现役军人 利用职务机会诈取财务罪 14号被最高法院判决 4年6个月徒刑 全案定验 对于判决花防部警表示 尊重司法判决 不过为了一点小钱 动歪脑筋 最后得面临4年以上的刑期 实在得不偿失 节目报道 对于判决所 对于判决所 也有些统签